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奔向上帝是真正的自由 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这么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什么叫谋算虚妄的事呢 就是谋算不能成功的事 如果不能成功的事 我们何必谋算呢 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明知不会成功 或是自以为会成功 结果去谋算了虚妄的事 结果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 圣经说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可见世上愚蠢的人还是居多 谋算不能成功的事 你看秦始王就谋算虚妄的事 追求长生不老 哪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老呢 这就是谋算虚妄的事 谋算不能成功的事 诗篇二篇第二节说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陈宰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陈宰也一同商议 哇这个事派很大 他们干什么呢 要抵挡上帝 并上帝的受高者 上帝的受高者呢 指的就是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 其实这一段话呢 应验在新约圣经 犹太人的祭司长 还有长老 以及 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他们一起来 结果呢 把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诗篇第二篇呢 也是一首预言诗 米赛亚预言诗 然后第三节说 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这些人要抵挡上帝 目的是要睁开上帝的捆绑 他们感觉到 好像被上帝绑着 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呢 也感觉上帝对他们说 分别上个的果子 你们不可以吃 吃的日子必定会死 夏娃亚当啊 也感觉 好像被上帝绑起来一样 没有自由 其实真正的自由 是愿意不自由 所谓愿意不自由就是 不愿意有犯罪的自由 愿意不自由 愿意不去犯罪 这个是不自由的自由 不犯罪的自由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今天很多人 推却来信主耶稣 也认为信了耶稣 有这个限制 有那个限制 所以他们不信耶稣 觉得是要 睁开上帝的捆绑 他们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上帝呢 要在怒中责备这些恶人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圣山上了 这个我的君 上帝说我的君 我的君王 指的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君王 上帝设立主耶稣 做君王 君王的另外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称呼呢 就叫受高者 所以诗篇二篇的第七节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我要传命令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所以第六节 第七节提到 耶稣的两个身份 一个是他是君王 第二点呢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我曾经啊 很早以前看过一句话 上帝的永恒 就是今日 也就说 上帝的永恒 就是现在 在永恒里面 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他和上帝 是同时存在 又是同尊同荣的 同样地位 同样神性的 但是呢 他在工作里面 扮演的角色 他顺服上帝的旨意 道成肉身 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又是完全的神 然后为人类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他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然后诗篇二篇 第八节说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 为基业 所以主耶稣求父神 父神就把世界上的万国 赐给耶稣 作为产业 所以启示录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有这么一句话说 将来啊 地上的万国 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 耶稣要成为万王之王 将来有一天 列国都要向耶稣 屈膝跪拜 这个在将来会成就 不过在这之前呢 会先发生一件事情 也就是诗篇 二篇的第九节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耶稣要用铁杖 就是用神给他的权柄 来打破那些 要对抗主耶稣的列国 主耶稣要将反抗他的列国 如同姚将的瓦器摔碎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好像适派很大 但是在主耶稣的手中 像瓦器一样的脆弱 所以今天不管有多少的国家 联合起来 要反抗耶稣 其实在耶稣的眼中 就像瓦碎 瓦器一样的脆弱 所以没有人可以抵挡耶稣 我们中国人说 人多力量大 可是在耶稣的眼中 再多的人力量都是微小的 都像瓦器一样的脆弱 所以在世上的万国 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之前 在列国成为主耶稣的产业之前 必须先发生 十篇二篇第九节 耶稣用权柄的杖 来打破列国 审判列国 将列国像瓦器一样摔碎 接下来列国留下来的人 才会认识主耶稣 才会向主耶稣投降 然后呢 世界上的万国 就成为我主耶稣基督 永远的国 所以这个世界将来 才会进入千禧年 所以千禧年之前 之前会有灾难 然后会有主耶稣 用权柄审判列国 那这些事情 其实都在启示录里面 都已经记载了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 未来会这么样发展 发生 我们应该进入诗篇 二篇的第十节 所以你们现在君王 应当反省 醒悟 自觉 激进一点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 应该受管教 要受教 要存畏惧的心 侍奉上帝 不要像第二节所说的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好像不害怕上帝的样子 天不怕 地不怕 不怕上帝 应该要惧怕上帝 该怕的是上帝 当我们惧怕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进入诗篇 二篇的十二节 当以嘴亲子 这里的子指的是耶稣 以嘴亲子 这里的亲嘴是和好的意思 好像浪子回头的时候 和父亲亲嘴 在古以色列 他们有这样一个亲嘴 一个礼仪 代表亲力 也代表和好 所以要和主耶稣和好 要相信主耶稣 要认罪 要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 和耶稣和好 现在还是主耶稣 悦纳我们的时刻 等到耶稣 二次再来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 还没有相信耶稣 那是耶稣要审判的时刻 那个时候恐怕 就再也不能够信靠主耶稣 你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 所以诗篇二篇的十二节 最后一句话 凡投靠主耶稣的 都是有福的 我们也可以翻译为 凡奔向主耶稣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 奔向耶稣 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 讲到有福的人 第二篇仍然在讲有福的人 所以奔向耶稣的是有福的 是快乐的 所以2019年祝福你 拥有快乐的一年 那你就要奔向耶稣 要思想上上帝的话 奔向耶稣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祷告 亲爱的耶稣 2019年让我们都奔向你 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奉耶稣的名 阿们